A19 A19有吗 在我拿号的话应该拿几号了 在拿号的话我看一下 可能到了就56号的 我大概需要等多久呢 平均的话就至少一个小时吧 大概时间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时间久一点的话 可以建议去我们其他的分店 像人民广场进去路那边 等位时间的话也比较划算一点的 就是你们的分店会比这里五天等位好是吗 也稍微好一点 五点前面就已经有50桌在等位了 而且天空还下着雨 生意依旧这么火爆 我们驱车前往店员推荐的分店 看看是否也在排队 这两天长期就二十多了两天了 就跨了这个大概八分钟了吗 不用重的不用重的 排了20分钟 没有重抖了 没有重抖了 你预计大概等多久 应该半小时吧 我们现在就要是28号了这边 28号大概如果我现在要一个小桌的话 要等多久了 大概半个小时机上吧 那你们这边是几点钟开始排队的 我们这边应该是五点钟就是 在几点钟放人的 排队排到泥腿软第六站 哥老馆重庆美娃鱼头 等位号56号 上帮里游 各大牛蛙四两锅千斤 老北京同锅涮出麻辣味 我是在日月宫附近上班的嘛 然后下班的时候去日月宫排队 排了三个小时还是没有排到 然后我们就 然后只能就是选择其他地方去吃饭 然后分店有可能会人 对对对对对 我朋友大概四点半左右来排队的 然后我和这位朋友一起来的时候 大概五点钟 所以外面已经有些人开始在排队了 太拼了 为了吃火锅四点半就得了 对 饭都还没消化了吧 对的对的 面对这么火爆的排队情况 究竟是什么样的火锅如此有魅力呢 之前这家店之前在日月宫和人民广传那些都挺有名的嘛 然后因为我们住在这里附近 来了以后发现这边还是铜锅的 然后跟其他两家店还不一样 不是北京蒜羊肉吧 不是不是不是还是四川火锅 但是铜锅的 然后就蛮特别的 跟另外两家店还不太一样 味道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吃起来感觉更热闹 有一种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很团圆的感觉 这个是罗宋汤锅的罗宋汤吗 对对对 是上海人喜欢喝的那种罗宋汤吗 对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 然后还有麻辣锅的话 它比较更正宗嘛 我觉得很麻很辣 很有味道 如何从上海这么多麻辣火锅中脱颖而出 秘诀竟然是锅底的牛蛙 点了一共多少只 我一开始点了四只 后来又加了四只 就这么大一只对 就感觉它的肉啊什么都比较嫩 这是它两条腿对吧 对对对 就感觉已经够大了 对对 锅上来的时候嘛 牛蛙就直接可以吃了 这个一般的火锅也不太一样嘛 所以就不用等它什么锅开啊 再去涮菜啊 就上来直接可以吃 然后这时候牛蛙也是最嫩的时候嘛 一般都是这时候就开始就吃掉的 牛蛙一上来就被烧灭掉 对的对的 够嫩 够嫩 对的够大 然后够满足吃下去了 牛蛙火锅在重庆随处可见 而上海人对于嫩口的牛蛙更是情有独钟 尤其是在阴雨绵绵的季节更是抵挡不住蝉虫 想要搓上一顿解解蝉 这种牛蛙能每天销量多少 800多到1000只左右吧 按支算 对 这牛蛙个头很大的 都是适量重 牛蛙它是产自于美国 怎么会拿美国的牛蛙来烧这种四川的火锅呢 其他地方的牛蛙没有这种口感 太大容易老 太小了容易煮烂 这样子是恰大好处 对对对 刚刚恰大好处 顺羊肉的铜锅受热均匀 能让牛蛙上桌之后继续小火慢炖 慢慢入味 但是和牛蛙搭配的只有两种锅底 招牌锅底和牛油锅底 那么我有个疑问 这个牛蛙鱼头锅底不能放在清汤里 因为清汤这个牛蛙跟鱼头 比较腥味比较重 红汤里边会更入味一点 就是这么几十种香料 大概四五四种吧 加上四川的产生辣椒花椒跟豆瓣酱 和植儿成的 最后浇上热油 香味立马就散开来了 所有的锅底都是现点现烧的 因为牛蛙也特别的鲜嫩好滋味 好味道才是每家火爆餐厅 最硬气的资本 排队排到你腿软第六站 哥老关重庆美娃鱼头